翻生武林删减片段大曝光!陈凯琳和汤洛文的相验出玉片被cut到完,粗略估计剪了整整五集有多。 TVB近期剧集翻生武林手势麻麻,叫好不叫做,导致这个情形的原因有很多,其中最主要的原因,应该就是大幅度删减内容的关系。 最初版本有两大美女同时出玉片,现在剪甜都删去不过。 这是不是流失观众的原因呢? 两大美女出玉片,录像间如此扬言的cut,唉,浪费。 网上截图 或许有人认为翻生武林剧情古怪,其呢,不知所云,就不搭吧,例如接受不了身穿古装的郑子诚会说出流行曲的歌词,我要踏上路途,我要为我自豪,我要摘星不作俘虏,为何这么快看清楚? 落得这结果,难分真与假,人面多险诈等等。 不过,亦有不少网民觉得此剧的奇呢是不遵常规,别具一格,且内容经常讽刺,映射香港社会问题。 像盟主,民主,选举,蛇斋并纵,和李飞飞,白票,买票,语言为数等等,甚至连中央问题也不放过,提及50年不变,爹亲娘亲不及盟主亲等口号,因此被大赞为TVB剧集中难得的大胆作品。 对于今年TVB剧集被扁作补入流而言,网民如此较好实属难得,收视理应不足,但根据客观数字而言,翻升武林的收视却并不如封平般好,最新公布的收视只有21.8点,为何会有这种较好不较作的情况出现呢? 尝试做简单,不专业的分析,第一,一直以来都有传此剧多有删险,粗略估计约有5级的内容被删去,以致剧情过于跳跃,有不连贯之感。 对于这点,主角之一的肖正男回应香港零腰柴问时并没否认,看起座始终有影响,剧情变得好极,长口与长口间有其他戏,看起座变成全部都戏紧接, 例如这一场戏细死去活来好激动,下一场突然又帮将大卫唱歌手,变作对观众来说戏比较一混淆。 不过整体固在依然袭道,地下我同Raves变对付张歌,理解呢? 一、二级结局 有被删去戏份的汤洛文有就此事回应,不过他似乎仍未知道自己与陈凯琳的初遇片段被删,我自己戏份无面点cut,因为我见人cap图都戏个几场,深可惜晒度,应该无面点cut我个,我无只套剧cut左边舞集。 虽则被删的部分对主线剧情影响不大,但两位美女播光珠在浴室斗镜,斗身材众都埋嘴,含惜晴的剧情都见埋,又难怪大家失望。 其实用意何在呢? 兼之欧耀性对于删减份量足有五集做解画,删减原因,戏想个剧情节奏快,爽,好地好笑寒罗,无戏因为出于尔卡凯。 我弟当时沈那个顾仔,主要就戏将一日常生活小片段,将曲轻松化作曲,极戏搞笑,轻轻松松,嘻嘻哈哈含播作曲。 我弟当初沈凯时候只基于一个考虑,好无好笑。 第二,港人对香港当下的社会问题出现疲态。 翻身武林于星期一至五晚上八时三十分播出,此时正是很多观众晚饭的时间,是稳经过一整天的工作后,脱主疲惫的身躯回到家,难得吃饭时间中可看看电视轻松消遣一下,谁还想思考? 面对聚集中提及的沉重的社会议题,而且这种问题已折磨了港人多年,一直未有乐观的情况发生,出现疲态及感到无力是正常的。 第三,聚集受众与播放平台的问题。 没错,绝大多数网民都对翻身武林的无厘头,影社表示欣赏,但网民会是乖乖坐在电视机前准时收看的观众吗? 未必。 在电视机前收看好让统计收视点数的观众,是一众年长人士,朱富,甚或小朋友,他们很多理应都是上文提及到,认为翻身武林九不搭八的人,他们未必懂欣赏此剧的特别之处,所以收视自然。 不过欣赏之认为新尝试始终有利于观众,我觉得有个新尝试信号是李凯,百花齐放,多尝试,比多选择观众罗。